蚝油里面都是味精,吃了会致癌 周阿姨家里去年买了一瓶蚝油 因为这句话蚝油长毛了都没人吃 周阿姨从网上看了一篇文章 里面的专家说要少吃蚝油之类的调味品 吃多了会致癌 并且蚝油里面一点生蚝都没有 都是调料配出来的鲜味 长期吃多了会在身体产生化学作用 周阿姨听了心里直打鼓 就没有敢吃蚝油 用过几次之后 放在灶台上的一个角落 直到发霉了才扔掉 蚝油是用来提鲜的一种调味品 不过很多人都不吃 真的会致癌吗 一 蚝油中有什么 到底致不致癌 蚝油虽然名字里有个油 但是它却和油没有半毛钱关系 蚝油其实是指主生蚝汤形成的浓缩汁 具有一定的营养价值 蚝油内含有蚝汁蚝水食用盐 水白砂糖以及骨氨酸钠等多种物质 其中骨氨酸钠正是蚝油鲜味的来源 它也是引发致癌讨论的源头 骨氨酸钠也是味精的主要成分 骨氨酸钠存在很多天然的食物中 番茄 玉米以及海带内都含有 现代技术为了大批量生产 一般会用淀粉 糖蜜等经过发酵后 形成骨氨酸钠 这个过程中是符合国家标准的 骨氨酸钠在世界范围内 很多权威机构认可的安全调味剂 包括WHO FDA CFDA等 需要提醒的是蚝油并非完全无害 如果用错的话会给健康带来不利影响 二 蚝油犯了一种错 可能有健康隐患 蚝油在开盖后需要冷藏不耐高温 开盖后不冷藏保鲜很容易变质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生物科技博士刘晶晶解释道 因为蚝油内含有糖 淀粉 丰富的微量元素和氨基酸 在肠温下保存容易发生氧化分解 给环境内的微生物以繁衍提供优良条件 所以很容易变质 在蚝油开盖后一定要记得冷藏保鲜 除了蚝油以外 生活中使用的调料也有不少需要冷藏 这些调料你冷藏了吗 三不仅仅是蚝油这些调料也应该冷藏 山西医科大学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刘晓曼指出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有些调料需要冷藏 有些则可以冷藏也可以不冷藏 需要冷藏的 一发酵类调味品如哺乳豆豉等 这类发酵制品在制作过程中会添加某些菌种 在生产到我们手中时也不可能完全杀进 所以在热温潮湿的环境下很容易变质 需要低温保存并尽快食用 二含淡奶果蔬成分的调味品 如沙拉番茄酱等调味品开封后需要冷藏保存 这些调味品在常温下保存时间越长 发生非酶含变程度以及脂肪氧化也越严重 可冷藏可不冷藏 一九醋 这两个调味品本身就有抑制细菌生长的作用 所以不放在冰箱里也没关系 但是要注意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 需要注意的是一些添加了其他食物或添加剂的酒和醋 建议放在冰箱里保存 并于开封后两月内使用完 二酱油 泡菜 这些食物内含有较高浓度的钠 一般情况下细菌微生物很难繁殖 所以不放在冰箱也没关系 当然了 想放也是可以的 蚝油除了需要冷藏外 在使用前也需要注意的点 一起往下看 四 放蚝油避开三个物局 一 避免和部分调料使用 蚝油加进菜里会鲜 味道比较纯粹一些 所以在使用的时候 不建议和一些辛辣刺激的调味品合用 如辣椒 八角 黄豆酱等 这些调味品会掩盖蚝油的鲜味 此外 蚝油和味精鸡精生抽等调味品的功能是重复的 再放了蚝油之后 就没有必要再放这些调味品 二 避免过量使用 蚝油可以提升鲜味 但是不是放的越多越好 炒菜的时候 每次放5毫升左右即可 三 避免长时间加热 蚝油加热到120度之后 会产生胶骨氨酸钠 失去原本的鲜味 这样一来就失去了加蚝油原本的目的 所以一般建议 蚝油在快出锅的时候 加进去 避免让它被长时间加热 虽然蚝油是生活中常见的调味品 但是关于蚝油的这些知识点 相信很多人是不太了解的 看完本期视频 要注意改掉一些使用蚝油的不良习惯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